三重区壁华国小日前举办毕业典礼 虽然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 毕业生们都很期待 但是只要一想到和同学分开 还是有一点不舍 而学校今年更采买的学士服 让场面更显得隆重 毕业生们齐聚在礼堂 准备迈入人生的下个阶段 回顾六年来的点点滴滴 有欢笑有泪水 毕业生们开心之余 当然也有很多的不舍 毕业了有点开心 但是要跟同学分离 有点感伤 最后可能会哭出来了 很谢谢全校的老师 这六年来的教导 谢谢同学六年来的陪伴 不只六年级的毕业生 欢迎参与自己的毕业典礼 不孝生也一同穿上学士服 象征学习有了一个成果 也给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很大的鼓励 非常高兴 大家一起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非常好 心情非常不舍 大家已经相聚三年了 所以有些非常不舍的感情 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上学习 学校今年相当的贴心 利用退学老师捐赠的经费 为所有毕业生添购学士服 不但让场面看起来更显隆重 相信也在他们心中留下难忘的回忆 记者方箭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